貓頭鷹和燈塔 是一款收集故事的放置類遊戲 在森林的深處處立著一座寧靜的燈塔 裡面住著一位沉默的老者 以及一隻貓頭鷹 玩家透過燈塔後院蒐集到的木材 製作出各種神秘的小木雕 完工之後 貓頭鷹便會將它投至森林的某處 任何撿走它的人 都會被吸引到這座燈塔 成為一座燈塔 每個角色都有著彼此獨立成章的故事 透過和貓頭鷹的讀者對話 來闡述他們的過往 而除了各個角色獨立的故事之外 遊戲還有一條有趣的警探主線 至於內容如何 就等玩家來到這座燈塔 好好聽聽伯爵的對話囉